为何用过的卫生纸不放进马桶冲走 仅仅是怕马桶下水道堵塞吗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厕所上完了 排泄物却怎样都冲不下去 而且水还在往蹲坑上不断的蔓延 这样一看就是知道下水道被堵塞了 下水道被堵塞在比较旧的老房子里面频发 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下水道堵塞了呢 真的是平时扔的太多的卫生纸的原因吗 全个有用 下水道被堵塞了 在早些的老小区 下水道的材质一般是铁质的 成本高不说还有很多的隐患 因为铁质品很容易被氧化腐蚀 绝而绝之就会在管道内形成很多的铁锈 而卫生间里面经常会有很多的脏东西和卫生纸冲下去 经年累月后这些东西会缠绕在管道的铁锈上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下水道被堵塞的情况 这样的事离倦不先 后来大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养成了在厕所放置垃圾桶的习惯 但这样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吗 厕所本身就比较潮湿容易滋生细菌 再加上里面放置了垃圾桶 细菌的数量长倍的增长 而大家习惯了将洗漱用品放置在厕所 尤其是牙刷 这些细菌没有及时的被清理掉 可以容易通过牙刷造成病从口入的危险 对一家人的健康都非常不利 那么这个要怎样处理才合适呢 第一种方式就是做三分邻居 也就是邻居区 马桶区 洗漱区完全分离开 但是这样的厕所设计就非常浪费的空间 成本也高 一般的小厕所也是没办法做到的 第二种方式就是每天清理垃圾桶 定时对厕所进行杀菌消毒 但是这样又很浪费大家的时间 第三种方法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图方便的做法 就是将用过的卫生纸直接扔进马桶冲走 一些其他的垃圾就丢到了厕所外面的垃圾桶里去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堵塞下水道呢 其实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对下水道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 因为现在很多新小区的下水道基本上用的是PV吸管 这种材质抗腐蚀性很强 也不会像一般的铁质管道一样生锈 再加上现在市面上使用的普通厕所的卫生纸都是可以水溶的 浴水就会分解成体无完肤 根本没有机会堵塞下水道 在厕纸生产标准上也有这方面的说明 但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厕所滋生细菌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 并不是所有的卫生纸都能扔进马桶里面冲走的 比如我们时常出门为了方便都会携带一小包那种面筋纸 就不能被扔进马桶冲走 这种面纸的分子结构跟家用的普通厕所卫生纸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的这种面镜纸的使用说明都会写干湿两用 这就说明了这种卫生纸是不容于水的 它的纤维较长 丢进下水道里面不但不会被分解成渣渣 还会吸附一些油污变成一大坨堵出下水道 这样就是为啥很多酒店和商场的厕所里面 仍然会放置垃圾桶的原因了 可能有人会说 自己也扔过这样的卫生纸进马桶 也没兼读过下水道 一两张当然是不会对下水道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你知道吗 家里的下水道的水最终会排放到统一的污水站进行处理 如果每家每户都棱一两张这样的卫生纸 那当他们汇集到一起的时候 数量就非常庞大了 肯定会堵塞污水处理厂的管道 这对污水处理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所以家庭用的厕所卫生纸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 一定要购买水用性好的 这样既可以扔进马桶抽走 避免细菌的滋生 也不会造成下水道堵塞 你有没有注意过 家里常用的厕所卫生纸是哪一种呢